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又再跟進一下美國大選的最新情況 在今天主流媒體主要側重了在兩件事上報導 第一他們就會說 阿里桑拿州和威斯康星州政府 已經分別認證了拜登勝出了該州的選舉 第二他們就會說 從今天開始 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就會向拜登提供每天的情報摘擾 裡面就會包含了一些機密的資訊 總之就只是說到拜登怎樣怎樣 至於特朗普陣營的反攻陣勢 他們就是隻字不提 所以如果只是看主流媒體的報導 就會搞到好像特朗普已經是放棄了 大勢已去 但是實際的情況當然就不是這樣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在香港時間 今天的凌晨時份 阿利桑拿州就舉行了一次的聽證會 而這次聽證會 連特朗普總統都有致電參與其中 其實這一場的聽證會 就是在鳳凰城的一家酒店裏面舉行 而在酒店外邊 就有幾千名特朗普的支持者 集會聲援 可見特朗普的支持者 至今仍然的信心 都是堅定不移 好了 說回這場聽證會 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專家證人 美軍退休上教 兼網絡安全專家 Phil Waldron 在作工的時候 說到 說在阿利桑拿州的大選裡面 有可能 是有超過六十一萬個 沒有資格的選民 是參與了投票的 那麼他那條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他就說 美國的移民委員會 就提到 阿利桑拿州是有三十萬個 沒有資格的選民的 而當地有一家媒體也都提到 另外還有三十一萬二千個的選民 是不合乎資格的 例如就是那些已經搬走了 或者是離世的人 那麼Phil Waldron就是查了 這個阿利桑拿州的數據府 他就發現 另外還有六千個選民 在那個登記信息上是不正確的 主要就是 那些沒有登記到性別 或者那個生日是錯誤的 那麼他怎麼知道呢 因為那些生日全部都是打了 1900年1月1號 就是那個是Default是默認的 一個假的生日日期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原來就是有些選民 純粹就是用了那個 駕駛執照的Driving License 來去登記 於是乎就沒有做到相關的認證工作 隨便給人家登記 就是這六千個人 另外有2000個選民 就是用了一些 創的地址 或者是假地址 又或者 在那個地址欄上 是空白的 那就是這裏又已經說 6000再加2000了 那這些就是有真憑實據 不是吹出來的 人家是在數據庫那裏找出來的 好了那現在 拜登 在這個 阿里桑拿州 根據那個點票結果呢 就說 只是領先 特朗普 一萬零 五百多票 那麼 所以這裏找到的就已經是8000票了 再加上其他那些 淋淋嬸嬸 死人投票 立立雜雜 這樣就肯定是過了這10000票了 如果 這樣都去做選舉認證的話 當然就是構成了 嚴重的不公平 在這一場聽證會的中段 特朗普總統也都是有致電參與其中的 他在這一趟通話裏面就表達出有三個的重點 第一 他就很堅持 拜登宣稱當選的五個州 實際上就是由他贏出了 分別就是阿里桑拿州 密歇根州 喬治亞州 賓州 和威斯康星州 這五個州 就是全部的州議會 其實都是由共和黨控制的 由此可見 特朗普陣營 我相信 他就肯定會發動這五個州的州議會 來去行使美國憲法 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利 去收回那個選舉人的提名權 第二個重點 就是特朗普強烈地批評了這個 阿里桑拿州州長 道西 實際這個道西就是共和黨人 他因什麼解救給特朗普批評呢 原來在這場聽證會的舉行中段 這個民主黨籍的州務卿 竟然間 竟然間 就私底下這樣 走去發佈了一道的 命令 就是認證 這次大選的 選舉結果 這名道西州長 竟然間 在這道的命令當中 簽紙確認 當然 他這個行為 無疑 就是做了這個 賣主由大 是不是 人家正在開聽證會 還在有些專家證人 作弓的時候 你就急不及待 去認證選舉結果 但是在這場的聽證會舉辦之前 這位道西州長 就三番四次提 說在所有的法律訴訟結束之前 他都不會承認拜登當選這個事實 既然你不承認的時候 你又在這份的認證上簽紙 那代表著什麼呢 我就自己估計 這個道西州長 就是跟州務卿打龍通 醜印就由州務卿做 反正你都是民主黨人 不爭在 他一旦提出選舉認證的時候 那個道西州長馬上就簽紙了 其實對於他來說 就是乾手正腳的 因為加陣子 那個波就拋回 這個亞利桑拿州議會了 如果你州議會 是要以決收回這個選舉人的任命權的時候 如果是惹來什麼選民的反彈 或者有什麼政治後果 就變了是由州議會來承擔 實際這位道西州長 就是縮骨兼武品的 你作為共和黨人 你自己都不肩負起 應有的責任去捍衛民主選舉的制度 反而去做義偶子 出賣特朗普 出賣人民的真正議員 簡直就是不知所謂的 幸好現在就有些州議員 肯勇敢地 肩負起這個丹子 第三個重點就是 特朗普提到 說不斷有人向他建議 不如你就不要再堅持糾纏下去 你就應該行一條更加輕鬆的道路 專注於準備2024年的大選 特朗普就說他是完全拒絕這一類的建議 他必須要專注在 在11月頭所舉行的這次大選 因為 這次大選 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騙港 由此可見 有些主流媒體經常說 特朗普現在搞的 就是為了四年之後的大選 這些也是 假新聞 fake news 特朗普在聽證會那裡 就是否認了 而且也反映得到特朗普的戰意是非常強烈的 他根本上就沒有半點認輸 或者是放棄的意味在 從他所說的東西非常清晰 如果又不忠於文本 然後 又從他那些說話當中 自行來去演繹 這些那樣 這些全部就是文藝創作 就不是新聞報導 所以特朗普的意向就很清晰 他是堅定不移的 好了 剛才就說到 有些州議員 他們就肩負起那個淡子 其中一位就是 州的眾議員馬克 他在出席聽證會的時候 就提到 希望在未來的24至48個小時之內 能夠在州議會上提交一項決議 這項決議就是 應該要按照美國憲法 所賦予給州議會的權力 去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而且他還說 這一項決議 就不會受制於州的法例 他說得對 因為美國憲法是有凌駕性的 好了 他還提到 其實這一項決議 是很容易實現的 因為只要簡單的 多數 就可以 在一日之內 通過得到 就可以 阻止得到 選舉人票 是由州長來委任 而且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一個動議 希望他們可以 成功通過得到 其實阿里桑那州 就是繼賓州之後 第2個州議會提出了相關的動議 可見 骨牌效應 已經形成當中 究竟第3個州 會不會是 在明天舉行 聽證會的密歇根州 我相信 很大可能會 而且 特朗普所提述到 說他在5個州當中 是實際性出了 我相信 這5個州到最後 都會提出相關的動議 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由這個州議會 來做難路虎 阻止那些不稱職的州長 去認證那個充滿選舉舞弊行為的普選票投票結果 實際上 這個州議會正正在發揮 糾正錯誤的功能 好了 至於 那些州議會能不能夠順利通過這些決議 當然就好看那些州議員 究竟他是懦弱還是勇敢 因為面對著各種的威逼利友 無論是台面的 還是台底的 作為一個人 難免就是會有所動搖 他們堅定不移就是由自可 萬一有些是抵受不住誘惑去賭過的話 那就窩可了 雖然說在這5個州 共和黨都是掌握了控制權 但是 其實都不是說 領先民主黨很多席 只要某部分的人 肯賭歌雙向的話 其實就過不了 所以就好看那些州議員 能不能夠堅持著他們的底線 堅守著那個原則 當然啦 人性就是醜惡的 但是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可不可以善良一次呢 是不是 我經常都說一句 謀事在人 盛事在天 當然這些聽證會 其實就已經是為了那些 州議員 提供了一個非常之友善的輿論氛圍 以及是展現了一個非常之堅定的民意基礎 只是看他們的決定 特朗普陣營 做到足夠了 現在就是到這些州議會發揮的時候 好了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